斯普拉顿3 9月9号马上就要发售了 官方艺名是斯普拉顿 斯普拉顿 但是我觉得就是喷射战士会比较合理一些 总之我是非常期待这个游戏的 因为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唯一一个能玩的新游戏 当然斯普拉顿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潮很酷 而且它是任天堂最电竞的一个游戏 是一个合家欢的射击游戏 这次我之所以那么期待它 就是因为它终于有中文了 而且开头的那些新闻都可以跳过了 于是我今天准备了很多斯普拉顿相关的周边 当然还有最新的限定主机和一个限定手柄 今天就一起来开箱了 然后满心欢喜的迎接 这台Switch OLED的限定款 应该是Switch所有限定机里面最好看的一个 可能就是因为斯普拉顿本来它的颜色就非常的艳丽鲜亮 当然只有我的动森限定款可能可以跟它一较高下 原版Switch OLED的Dock是全白色的 这一次全部都有纹理 纹理的图案就是斯普拉顿自己的一些设计元素 这边有一个Nintendo 最瞩目的就是这一波墨 这鱿鱼汁设下来 我一直觉得那个墨汁触感特别的好 像我就是其实对刷墙还是有一点点经验的 乌贼娘们喷射出来的那个墨汁就刚刚好 不丑也不稀 就是手艺特别好的刷漆老师傅了 最耀眼的最瞩目的应该就是两个Joy-Con了 因为颜色就非常的亮 就像是我们会去文具店买的那些荧光笔一样 荧光黄 荧光绿 荧光紫 荧光蓝 这种配色应该是任天堂所有Switch限定机里面 唯一一个渐变色的哦 它上面两个图案 左边紫色的这边画的是一个章鱼 右边画的是一个乌贼 乌贼就是鱿鱼 然后章鱼 这些东西真的很难分清 Joy-Con的背面两块都是白色的 这个白色也是有一点透明的 像是荧光白 机身背后的黑色部分也是同样有纹理的 用这个机器来玩 Splatoon 3一定超级爽的 最近这几天我正在重温Splatoon 2 想要就是在3里面好好的大写伸手一下 但是也不是特别强了 甚至有一点弱 总之我会努力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柄好了 Splatoon 2的主打配色应该是粉色和绿色 这次3的话就换成了蓝色和黄色 所以这只手柄主要的差别也是在两个握把上 这是一个小背包 是一只绿色的鱿鱼 这是它这个鱿鱼形态下的一个状态 好可爱 适合那种小朋友 这个是我在游戏里面特别喜欢的一个武器 就是滚刷 我觉得它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输出的话 你就一直刷地 它涂抹的面积还是很大的 而且它作为武器就是有很多高端操作 其实很强 就比如说你一直变成鱿鱼 然后在里面墨汁里面穿梭 看到敌人就一个跳起来 然后砰 写下去 必死无疑 实际上它做成周边以后是一个粘毛器 这个还挺实用的 当然它好像可以直接就是做成滚刷 让我来刷漆 但是没有粘毛器实用 其实这个就是日常经常能用到的 比如说有猫的人 好大的粘毛器啊 我一般买到粘毛器就只有它的一半大 总之里面就是有胶的部分 外面是一层紫色的手工纸 这两个有人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看外观已经能看出来了 是游戏里面的那个冰壶炸弹 他说它是扫地机器人 不可思议 简直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扫地机器人是要装电池的 它好像质片就是抹布 然后就这样粘在上面 好弱智啊 这个东西 全是坏的呀 这个我买的时候卖家说这个东西就是年头久了 它不一定好使 说你买两个吧 好嘞 买了以后两个全是坏的 然后他就这样子卖了两个全是坏的给我 被摆了一道 最后一个水枪 这太适合斯普拉通里面的各种武器了 这个是里面的斯普拉射击枪 背上还可以背一个这个墨壶 这个好还原 哦在底部 小背包 可是我现在应该打谁呢 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打呀 这才是真正的喷射战士 最后来聊一下我自己本人 就是相对于斯普拉顿2这个3 比较吸引我的一些地方 除了一开始说到的 这一次终于可以跳过每次登陆 都要逼你看一遍的新闻了 3还会新增一些新的武器 还有新的大招 新的武器好像有一个是弓箭 有一个是太刀 弓箭叫猎鱼弓 可以一起发射三发墨水弹 那把刀叫斯普拉塔纳 因为刀本身叫卡塔纳 所以就这样改写了一下 在游戏里面它叫做刮水刀 可以像笔刷一样甩 也可以蓄力发射一道剑气 其实就是墨水 可以远距离攻击 这次我比较期待的 一个有两个 一个是它的三色混战 但是我看之前这个前夜季的时候 好像平衡性还有一点小问题 大问题 还有就是它在游戏里面 新增了一个卡牌游戏 我最喜欢在各种游戏里面玩卡牌了 当然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单人模式 因为这次有了中文 所以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它的剧情了 单人模式做的也是很不错的 总之还有没多久 斯普拉塔纳3就可以玩到了 希望有很多朋友可以跟我一起玩了 我会接下来会出一期关于它的视频 好我们下次再见